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活小猫小安姐 一到夏天的时候 我们的电量就经常会翻倍 因为使用电器的频率会增加 那么今天分享大家省电的小方法 在使用完这4个家电的时候 一定要关掉电源 否则你的电量还会翻倍 赶紧跟视频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空调 说到空调 可是我们家用电器使用频繁的 特别是在夏天 几乎每天都在使用空调 那么我们在使用空调的时候 该如何省电呢 在夏天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空调 最好将温度设置到26度 这个温度是我们在室内待着特别舒适 而且很省电的温度 那么我们在睡觉的时候 也可以将空调开启睡眠模式 这样可以达到省电的目的 而且在使用空调的时候 千万不要频繁开关 在不使用空调的时候呀 一定要将电源关掉 第二我们再使用电饭包 我们在每次煮米饭的时候 煮好后 它就会自动跳到保温的状态 那么这个保温的状态 其实也是浪费电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操作 让这个电饭包省电呢 其实省电的方法特别简单 就是米饭煮好之后 我们要及时关掉电源 关掉电源之后 有朋友说那该如何保温呢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在没有打开盖子之前 需要准备一个干净的毛巾 铺在这个电饭包上 特别是电饭包的排气孔 将它盖上之后 可以起到一个保温的作用 这样就不用通电来保温了 可以为我们省下不少电量哦 第三再来说一下电弱水气 不管是天冷天热 夏天冬天我们每天都会洗澡 那么使用电热水器也是非常频繁 那么也是最耗电的 如果我们每天使完热水器之后 又不在家 那么这个电热水器呀 一定要将它关闭 因为电热水器一旦处在低温的情况下 它会自动加热 这个操作呀是非常耗电 一旦我们设置的温度达不到这个温度之后 它就会自动加热 反复循环加热 这个耗电量是很大 所以我们在不使用电热水器的时候 将它拔掉电源插头 第四电视 说到电视我们家家都会看 那么我们在不看电视的时候 大多数人呀 只是将洋空气将它关闭 这样是待机的状态 但是很多人忽略机顶盒 这个小小的机顶盒呀 可是电器中最被忽略的小电器了 很多用户觉得机顶盒比较小 不怎么费电 其实这是错误的想法 如果电视一直处在待机的状态 那它还是有耗电量的 而且长期的话 还是耗电量很大 所以在不使用 或者是不看电视的时候 将它关闭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这个电器省电的小妙招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 也可以下方评论器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